哈囉大家好我是Kunjo Ba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物 車上可以使用的小物 那這一支是無線手持的吸塵器 我們就直接來做個開箱 包裝還不錯 打開裡面有什麼東西我看一下 第一個是它的本體 包裝很像小米的包裝 這支是白色的 手持的握桿 重量是還OK 看來有什麼配件 主要是它的 二合一在一起 這蠻方便的要用在推出 拿一個是 充電線 它是什麼規格看一下 算是目前時下比較流行的 Tab C很方便 所以它沒有 沒有那個 變壓器 反正就接著 車上都可以接來USB 反正在車上充 那我們打開看一下它的 因為這邊有 一個鎖跟打開的部分 對 所以造型還不錯 然後它是白色的 我記得光芒還有另外一個 這是粉色的 這是第一段 所以聲音還好 第二段 不會想像說會有太大聲 還OK 那我們來試一下它的 吸力 有一個蠻簡單的 吸力功 順便跟觀眾講一下 它這個怎麼洗 都在裡面 它這個有一個那個 HEPA的濾網在裡面 這裡 然後盡量你在洗的時候 不要用大粒的水柱去沖它 因為有個人會覺得 我用沖的水柱很快就沖它 因為大粒水柱破在它這邊 盡量就是用水柱沖洗 不要刷 那用完之後 兩個就是曬乾分開 才不會之後發霉臭臭的 OK 好 這邊這樣裝好 之後再裝回去 那跟觀眾講一下 這邊有一個技巧 再裝回去的時候 有這個點 我們用這個點 來對這個磁心的點 對 然後再轉過來 對它就扣好了 很簡單 對 OK 好 講那麼多 我們等一下直接去車上實測 給大家看看 到底好不好用 那這個 OK Let's go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實測一下 大家知道我東西塞在哪裡嗎 這邊 剛好置背架 可以用 Size剛好 我們就直接來實測 吸力 方不方便使用 好 我們先用這個 OK 比較大的地方 試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吸力還蠻強的 它那個 官方啊 大概有講它的電力 你如果一天大概只吸30秒的話 一天如果大概只使用30秒 大概清一下 你大概可以使用花一個月 所以電力是OK的 那它又是Table C的充電孔 是很方便 好我大概來分享一下 剛才使用的一些心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 第一眼看到它 你會覺得 可能你不會覺得它是吸塵器 因為做得很漂亮 然後設計比較貼心 我覺得剛才有講過 就是這一個 因為它收納方便之後 然後就很好放 只要你車上有自備架的地方 你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放 所以它裡面的容量其實算蠻大的 裡面的那個 髒東西的容量其實可以放一個 不會很小一個 所以大概 你就是大概幾天清一次 裡面就可以了 那再來還有一個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也很好用 這一點是 因為它直接插上去嘛 然後 它有刷子 那很多 有刷子的是另外接上去 那我之前就發生過 有時候你拔起來就忘記放哪裡 那你真的要用就找不到 那這個很貼心 其實它是在一起的 你有沒有看到 它在一起 所以根本就不會不見 你也不會忘記刷子在哪裡 那重點是 它在你在吸的時候 因為有些新人氣 它的排風口 可能會吵著你 會有熱氣 會有臭氣 它這個是在下方 所以蠻方便使用的 都不會有那個困難 那如果觀眾朋友 如果還想看到我拍箱什麼東西 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拜拜囉